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快剑房,僵尸来了 哎呀妈,今天这出生地的周围一点防御都没有啊 这后面有几把武器模型,然后这前面是储物箱 不会吧,我怎么有点预感 今天这储物箱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武器装备啊 确实没啥好用的,那就只拿上一组荧光金块吧 直接来看一下储物箱吧 哎呀,终于有一把冲锋枪了 然后还有护甲,还有石神之翼 那咱们先来把护甲还有石神之翼都给穿上 那就继续收刮出武箱 这里有陷阱和工具,那就拿上一些有用的吧 激光肯定是少不了的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箱子 哦,都是食物,那就拿上一些角质吧 接下来最后一个箱子 哦,也有武器,拿上钩爪和法杖杯 好嘞,东西都拿完了 趁现在,僵尸还有很长的时间才会出现 又因为咱们出生地的周围 真的一丁点防御能力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还是准备给他们围上激光网 呃,整个出生场地围起来的话 应该还是很费材料的 所以咱们就做一排激光网就行了 下面一层是激光网 上面一层,咱们就给它弄上新能块通电 咱们把新能块堆叠在这激光网的上面 就形成了两格的高度 一般的话,两层高度 怪物应该就进不来了 好嘞,整一套激光网都做好了 然后这地图周围满地的火把 都是大黄蜂给插上的哦 哈哈,现在我跟大黄蜂的配合度和默契度 还是蛮高的了 我一般在做防御的时候 它就会去给地图周围给点亮起来 这就方便到了晚上 怪物一出来,咱们看得清,打得重 我现在的话是在用荧光精快 再给地图周围加亮加亮一些 OKOK,现在整张地图的灯光 还有陷阱咱们都布局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是坐等僵尸的出现了 哎,尴尬尴尬 跑到这下面被激光给伤害到了 我这不还穿着翅膀吗 怎么跳也跳不上的呀 那不行,为了增强一点跳跃能力 咱们来搞一些气泡水来喝 一般吃完气泡水以后 是完全可以跳上两个高度的围墙的 咱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看,一下子很容易就轻松跳上来了 哦,对了 现在咱们身上的武器太少了 得来商店再买上一些 哎呀,这火箭背包是需要迷你点的 我好像买不了耶 那好吧,买其他的 买上这把神圣权 这一把的攻击力有100哦 咱们直接从仓库里面提取出来 加上咱们在房主箱里面拿到了这把冲锋枪 现在有两把武器了 应该是没问题了 不过大黄蜂没武器啊 他只有一把法杖 那我把冲锋枪扔给他吧 OK,现在两个人就都有武器了 那趁着空闲 吃点饺子把自己变大起来 然后就做点僵尸的出现 等了好久 僵尸终于快要出现了 没想到我这把拳杖 打出来的是熔岩火球的效果 还不错哦 好嘞,僵尸已经出现 那就让他们尝尝 被这熔岩火球烧焦的滋味 咱们有机关网 再加上大黄蜂有发式脉冲键的冲锋枪 应该是可以轻松打败这些怪物的 哎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这些僵尸的攻击范围那么广的吗 我都被他们打到这围墙底下来了 他们居然还能攻击到我 那就有点尴尬了 看来今天这些僵尸 还是有点实力的哦 想跑到这围墙上来攻击他们 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很容易就被他们打下来了 那不行 咱们赶紧穿上石神之意 飞到这天上来 嘿嘿嘿 这下子你们就得势不了了吧 我飞在这天上 就算你们攻击范围再广 也打不中我了 哈哈哈哈 现在天上又在吊火球了 你们可能要保持一顿了 不过我感觉这些家伙还是挺扛咒的呀 有机关网 有火球 还有脉冲键 但是还是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消灭掉 哇塞哇塞 什么情况啊 这怪物的数量 我们怎么越打越多呀 看来今天这地图 我们的打怪速度 还比不上怪物的生成速度啊 数量确实多了起来 我怎么开始感觉 这地图有点卡顿了 现在我重新回到商店里面 再买上一把火箭筒 这一把的杀伤力应该会更猛 咱们直接飞到天上试试效果 我了个去 现在满地图都是怪物了 看着有点恐怖呀 赶紧打 啊啊啊 搞什么鬼 好像被坑了耶 这火箭筒 打出来的也是熔火球 而且每次只能打出一个来 那这攻击效果 还不如我这把权杖了 因为我这把发射速度快呀 最后 怪物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的地图已经卡爆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密密麻麻的怪物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大黄蜂好像也被逼到了角落了 看来今天这地图咱们玩不了了 只能玩到这里了